台湾這個部分我不太喜歡 他如果是爸爸媽媽打架 都很嚴重就會打衣扇 看不到了 爸爸卡住了 我超輕的 你有幫你嗎 我剛剛去救老公 老公去吃早餐 沒有打衣扇 幫你買水果沒有 然後我就打電話說 現在是不是在考驗你愛不愛我的時候 可以給我擦字嗎 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沒有不用去上課 不用去上班 我們先回答一下 比較常人會問我們的問題 你是不是美國人 對 我是法國人 Ema是讀公立還是設立學校 現在是念公立學校 為什麼我們是選台灣的公立學校 沒有錢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近 因為他那麼小 我不想六點起床 然後要吃早餐 然後要去上課 私立學校六門比較遠 法國學校更遠 在101那邊 如果我今天住101附近 我應該會送他去法國學校 有辦法住101附近的話 應該是可以喔 對 竹鷹不會 早吃 早吃 早吃我也不會 昨天他問我媽媽 動物 他說屋的 我說食物 然後他可能不懂 因為我們很少會講食物吧 有啊 每天會講食物 你要吃什麼食物 蛤 就是什麼食物 對很少 所以他就反對 要學這個 後來他寫動物園 可以嗎 動物變成動物園 不會太簡單 我還是覺得我們住台灣 所以要去讀台灣的學校 我覺得 讓他融化 不然他家都這樣發文 融入啊 融戶 融入 對 我怕他對台灣 謀生一點 所以就 要多在這邊 唸中文 國中唸私立學校 可能那個時候 剛好要進入叛逆期嘛 那私立學校 以前我唸的管理 管的是比較嚴 管的比較嚴一點 睡的比較多 不覺得學的比較多 哈哈 就可能一些 那個 校外的一些不良分子 比較不容易 進入到學校裡面 不知我這麼看 就是 就是學校外面的Gangster 啊OK 他是跟Fargo一樣 台灣有一些會去 可能就找小孩 找國中神去加入 對 對啊 我們是沒有毒品啊 我們都有 那個 我們還有那種 戴外套 嗯 然後 裡面是 我小時候看過 好可怕 裡面都沒有穿衣服 只是穿那個外套 但頭腦有問題 他有一點的 酷脆 沒有 病是病喔 他真的病 他這個有可能是有一個 老師有告訴我 你當你學這個 老師嗎 對啊 我小時候老師也有講過這個 我們學校附近也有 我沒 我沒看過 台灣也有 然後打電話給119 嗯 110 110 然後如果是爸爸媽媽打架 然後打得很嚴重 就會打113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嗯 對啊我覺得這樣要教啊 對啊當然喔 沒錯 我上次有教他 如果媽媽在家裡婚打 也是要打119 這個要記得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要 我覺得這個要教小孩這樣 因為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這個不是主題裡面 可是也是教育 也是教育 我覺得這樣 剛才學校也會學到東西 很重要 不是只有寫 國字跟數學 也是寫 生活課 OK 好 我 跟健康 跟健康 然後你幫我去買咖啡 想想跟我下雨 下雨 那你拜託 拜託 拜託 謝謝 下一個問題是 跟幼兒園有什麼 最大的差別 當然差很多 差很多我覺得 如果看我的影片 直到從 一馬兩歲 就開始 就是相當大獨立 一個人睡 好難喔 但是就有在努力 幾年前 我們有幫她的房間 房一個很大的床點 但是現在是變成 爸爸媽媽的房間 因為他們都常常來 去年有幫她另外準備一個 床架 她在那邊睡了幾次呢 我們問她 零 為什麼 我比較喜歡那個 希望那個比較大 比較可以動來動去 然後又不會跌倒 這個有可能會受傷 然後就 它就生一個死 一次都沒有 對啊 所以她還是睡那個大的床間 兩間就是已經換了 我現在剩下我的房間還沒有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換我的房間 好 走 今天的工作先把 船架 船墊 處理好 現在空的 下一步最簡單 因為是有人來安裝新的床架 好我們先來看 新的床架是跟上次不一樣的 後先是收納床架 對啊 就是這個很簡單 現代簡約的風格 所有房間所有風格都很搭配 對 我們是顯天灰色 還有什麼顏色呢 還有比較深的顏色 有兩個顏色可以分 我們另外一個房間就是這個顏色 床架可以掀起來 就是多很多置物的空間 下面的空間真的是很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沒有放滿 還有位置可以放 床頭櫃的布也是很 有厚度很軟的猜測 然後這個床架呢 還有就很多支撐的木條 會有彈性 讓我們上去的時候 不會很直接的跟這個床板有反饋 因為它是一根一根 就是很多的木條組成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組裝很簡單 你可以選自己要安裝 每個巷子裡面會有一個QR Code 然後可以上廟 然後會叫你怎麼安裝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懶惰 訂的時候你可以跟他們說 你需要那個安裝的布 安裝的布 然後就是免費幫你安裝 而且很快 我現在好左線睡覺喔 那麼舒服 他們送床墊的時候 其實那個箱子也是滿小的 不是像一般的時候 就是一整片然後不好 跨板來板去 OK 我們現在剩下把床墊放上去 然後這一根是新款的EMMA Lite 所以我們看它是不是很Light 好 我來開箱 滿Light的 我退了 你看我剛剛一搬喔 搬來搬去 然後很簡單 你就放那個床墊在你的床架 打開就是用那個小小的工具 大家要記得喔 沒有放床墊的時候 不要直接按下去喔 已經會剝掉 對啊這個是 Physics吧 Logic 所以床架是從邊邊的床墊 很快速的蓬起來 就很神奇喔 小貼心 旁邊有這個 所以你看如果跟我一樣 一開始沒有放對的位置 等一下這個很方便 耶 這樣就不用等老公回來 登登 耶 你看是不是很簡單喔 我一個人全部自己處理 我已經睡了好幾天 然後我們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水好不好 好 總共五層的混合設計 這個支撐跟彈性 都是很好的 支撐力足夠的話 對就可以讓你這個睡覺的時候 就背部跟腰部 有一個很好的支撐 那不會有那麼緊繃的狀況產生 自己是喜歡軟的傳電 然後這個M-A-Light是比較硬 所以喜歡水陰的傳電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選擇 我覺得最棒的是這個 記憶面 就可以讓我們睡的時候 就很服貼我們的皮型 這個M-A-Light也是有 跟其他的款 一模一樣的一個 我喜歡的功能 是這一套上面可以拿起來 然後放它洗衣機洗 他們一樣是提供十年保護 然後一百天是免稅 所以你不是 免費四歲 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就是免費四歲 上一個影片我有介紹過 但是我太愛它 所以要再一次幫大家介紹 超舒服的 對喔 我們原本有一個 然後現在有兩個 但是我覺得不久應該要第三個 因為我們就一直在吵架 雖然看起來啊 這個被子好像有一點厚度啊 不是我們夏天一般蓋的被單而已啊 那這個T-Gun T-Gun 就是跟皮膚接觸的感覺 是很涼爽 很舒服的 這個是百分之百 豬纖維材質 天然的喔 我好喜歡 背叉的觸感 很奢華 就很舒服啦 然後就比較涼的感覺 然後可以放洗衣機 這個也是很棒 可以整間丟洗衣機裡面洗 最後介紹的是 床包 你床店吃一個牌子 然後你很怕買出Size 我最討厭的是亞蘭那個床單 放不下 然後是太大 這個時候我最討厭 我會睡不好 但是 可以購買他們的床包 我這一次拿的是 藍色跟綠色 我覺得兩個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適合他們的床架跟我的房間 我很滿意 當然也可以放洗衣機 然後你越洗會越來越軟 現在這一關 但Emma Lite 獨立宗船店 也又在莫莫販售 而且現在 德國Emma 有這個夏季的優惠 你知道幾則嗎 五則欸 我當然知道了 最定五則欸 記得到我直播嗎 然後又在九則 好 我們回去討論了Emma 上一年級的感受 走 對 對我來說 最早的差別是 早餐 你要準備早餐 對 以前不用 以前挖挖車來了 然後放到車上 然後拜拜 學校全部準備 對 現在一定是要 先吃早餐再去上課 但是它還是蠻簡單 他還是喜歡 很簡單 巧克力吐司 對或是牛奶 買片 但是還是要準備 所以最大的鯊魚是這個 OK 我們要去吃很久沒有吃的 熟悉燒 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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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很辛苦喔 對不對 要吃飽飽 Emma 你帶什麼東西 我帶我自己做的娃娃 然後她的行李 然後我的小背包 哇 好漂亮喔 我們去假樂府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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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會不會亂到 我看了國外的教育 在台灣 課業是比較重一點的 感覺比我小時候 又再更高 更大一些 我們以前那個 我們現在的教育是幾歲 六歲 六歲 好 資歷太差 我們去外面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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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為什麼要送Emma去安全班 我們要工作啊 那個學校 一二年離聚有到十二點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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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也有去啦 可是到三四年級 就沒有去 然後我看不懂Emma的功課 嗯 你一起吃啦 對 不行 OK啦 阿公今天呢 負責吃晚餐 我滷肉 有阿嬤的味道 等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會誤會 哇 你拉哥好棒喔 在家一起煮飯 上次你煮飯什麼時候 哪一年 我覺得這樣很厲害喔 我那麼久沒煮 我還記得怎麼煮 你上次煮飯什麼時候 你看這個蔥板豬 我特別幫你放呢 不喜歡吃肥肉 在那邊晃動耶 在那邊晃動耶 我放你最愛的可樂啊 媽媽我餓 是不是嫁對人了 呵呵呵 我覺得Emma開身上 應驗器比較獨立一點 嗯 對啊 有一些事情會自己做 剛剛每天呢 在沙發睡覺所有的 在眼圈 那個 我出發你睡覺的 這樣 那天感到 欸 嗯 嗯 然後那個 我們Emma 等一下參加一下 今年一年級 有噴在一些小問題對不對 在學校 好悶了 吃飽了 好吃喔 吃飽了 真的不錯喔 但是我不可能一直說 哇好棒喔 肥皂好吃 你很厲害 難得做一次就是要聽這個啊 喔 很厲害 嗯 超好吃喔 蠻真的好吃 現在 有沒有 覺得Emma在 開始上幼兒園 有什麼 壓力 不是幼兒園 過小 我覺得因為是這個 混血兒嘛 所以他的母語 不是只有中文啦 他在家裡都跟你講法文嘛 其實他的這個 注音 脫字 一開始的時候 比較跟不上其他的小朋友 也有因為這樣 我自己應該有感覺啦 他有因為這樣在學校 可能有被笑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多混血兒 都會 都會有的經歷啦 有我分享一下他上 當時 又回家然後跟我講 媽媽那個 同學有笑我 因為 原本他們 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路易 然後他想 聞看看 用看看 然後那個 路易 對你看我自己講錯 平常你才這樣 不會講這個字 應該是說不出來 所以他有一點 難過 他跟我分享了一個故事 我說Emma 你不要擔心啦 你就回答 如果我不知道這個 中文字是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它法文就好了 因為大部分的保養品都是寫法文 後來Emma說 可是媽媽好像這個保養品 最沒有寫法文都是中文 對啊 因為太便宜了 發過保養品都很貴都很高級 所以這個太便宜了 被欺負可能也會遇到 但是我們不要太主動 害怕 因為其實長大 一定會遇到 如果遇到 小時候 你比較可以好好選擇 怎麼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都會太鼓勵他 然後講他怎麼 如果有遇到這些狀況 怎麼回答 我現在不覺得台灣比較有壓力 我記得我小時候也是 很多功課喔 而且我一年級很不乖 我每天跟我同學一直聊完講話 所以我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寫很多遍了 我不能跟同學講話 好多次 已經媽媽一開始可能會生氣 但是後來就習慣了 放棄了 她說她不會問 安娜今天有沒有發洩 她說 安娜發洩寫了沒有 有一個差別 一個很大的差別 這個我有一點覺得 台灣這個部分 嗯 我不太喜歡 對 其中卡我看到 上面 右邊 最上面 我不喜歡 寫什麼 但是幾幾名 我幾個人在 多少多少 這個已經還好了啊 我們小時候真的就是 一到最後一名 都會拍 是嗎 所以我覺得那麼小 我覺得不要 嗯 然後女兒子到了 不要講 妳還是有點難過喔 有啊有難過 可是沒關係啦 她下次就考90分了 你要比上次好 已經跟上進度很多了 嗯 蛤 OK我們就差不多了 今天講很多欸 對啊 因為就很多應驗機啦 小孩量很重要 對啊然後我們快要熟腳 耶 我好期待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超級期待 哪一次不期待 我超想 因為為什麼我期待 因為 不講 給你們一個信息 今年 驚喜 驚喜 今年會有一個 特別的驚喜 真的 大家要 繼續收看 我的IG 我的FB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阿皮塔 阿皮塔